海南旅游仲裁中心 3月20日在海口接牌 该中心由海南国际仲裁院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联合设立 旨在共商建立旅游业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共同维护海南旅游消费和投资环境 海南旅游仲裁中心主要受理 当事人约定由海南国际仲裁院受理的各类旅游消费 项目投资 项目建设 和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各类民商市争议 海南国际仲裁院负责人施文认为 旅游产业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仲裁具有灵活 高效 严谨等特点 适用于解决旅游纠纷 引入仲裁机制 将促使海南旅游消费市场更加规范发展 一个是呢 就是仲裁是不分地域的 他也不受级别限制 第二个优势呢 就仲裁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效的 因为他还成绩比较少 再一个呢 仲裁的他体现的当时的自主性也比较强 再一个呢 这个仲裁还有一个显著特点 他有保密性 它是不公开的 海南省旅游协会执行会长张会发任该中心副主任 张会发认为 海南在发展建设过程中 会有更多的境外游客到来 设律方面 当遇到国际纠纷时 以仲裁方式解决问题将会是最佳选择 那么国际纠纷当中 仲裁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那么无论是从语言方面 因为在国际仲裁中心会有20多种语言的这个仲裁员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呢 由于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法律 但是国际仲裁呢 采取的是国际的一个惯例 它是按照国际的这个法律来进行仲裁的 所以我觉得会更加的便捷